我要上班去了 然后我上班的话一般就是在服装办 因为最近不是有很多他们说什么 就是对亚洲人施加暴力什么的 然后我上班那个位置 还有黑人比较多 所以让我掩盖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现在已经到办公室了 然后第一件事就是接了一杯咖啡 先把咖啡喝了 然后这一个商务可以提神醒脑好好工作 现在是12点36分 然后是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了 买一点沙拉或者是kebab 然后在办公室里吃就好了 还有薯条可以吃 今天正式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饮料 细细的这一个菠萝味的 味道真的很不错 干杯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多 一点半左右一点半一点四十 现在有点饭 我需要吃早餐的一条 然后再加上下午这个天气也暖了起来 特别容易让人反哭 现在都是温暖的东西 可是吃早餐吃早餐吃最后 老爸跟我一起出去倒个咖啡 然后出去的第一单是不是就是把口罩沿上 干杯 到了之前我推荐过的这个护手说 每次洗完手一定要擦 因为这边真的在让我开暖气 这边干的不对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6点40 感觉要7点才能走 不现在就走 现在就收拾一下走 然后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那今天就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再见 下班了 这就是我日常在办公室的一天的日常 戴上我的口罩我就可以回家了 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